继续讲法界战的整文 法界战里面前面就讲了如来藏佛形的奔形 还有其中不同的比喻来妙述如来藏的存在 然后就讲了真无如来藏的人的这种境界 也就是上次我们说的那种六根子解脱 下面就接着讲这个境界 然后这里面这个整文松词里面讲 法界立清经 探诚赤奔如 秘武冲心其散度假发明 这一句话就是说 这个如来藏也就是说我们的心的本性 从生意底的角度 或者是从实在的 或者是从正式的角度来说 它是清经的 它是没有烦恼 它没有任何这个往年烦恼 它的本性是永远都是清静的 探诚赤是从这个清经的 如来藏当中就产生了这个探诚赤 但是呢探诚赤它本身也是 本身也就是空性的 本无 包括这个探诚赤三读五读 也是 它也是本来清静的 它也是本来清静的 但是这样子的这个道理 也就是说这个是一切法的本性 那这个秘武 这两个字是怎么样来的呢 比如说前年的 法节本来清静 就是五 探诚赤是米 无论是米也好 无论是五也好 这两个的来源是什么呢 来源就是行 从心气 这个怎么理解 可以从两个方面 可以说从两个方面 一个就是说这个心 这里面的这个心词 怎么样解释呢 可以用两种不同的解释 第一个 这个心就是如来藏光明的心 光明的心当中呢 就是这个产生了轮回 这个就是米 也产生了这个涅槃 这个就是五 五和米 这两个的极出 他们的源头是什么 他们的源头就是 这个光明 新的本性光明 也就是说如来藏 这个问题在密宗里面呢 讲的是非常的清楚 在宪宗里面呢 讲的不是很清楚 在宪宗的任何一个论殿 或者是经殿 当中呢 直说这个密 无 或者是论回涅槃 都从法界当中产生 都从如来藏当中产生 但是呢 怎么样产生 这个产生的过程 是什么样子 在这个没有产生之前 是什么样的状况 这些都是很模糊的 他不会搞错 只有密宗里面呢 他讲的非常清楚 这个问题呢 以前呢 我们也简单的说过 但是没有说的很清楚 因为这个就是 一般的密宗里面 讲的也比较清楚 但是最清楚的是 就是在这个大圆满里面呢 他是讲的最清楚的 一般的大圆满 他任何一个大圆满的 比较完整的 这个论殿呢 他是从十一个问题方面讲 那十一个问题的第一和第二 第三 尤其是第一和第二个问题 都是讲这个的 第一个问题呢 他是讲 这个轮回和涅槃 或者是佛和众生 都没有产生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状况 第一个问题 他是讲这个 然后第二个问题呢 在没有任何这个佛和 终生的分别的 一个这样子的 清净的法界当中 第一个终生 或者是第一个佛 是怎么样诞生的 第二个问题里面 就讲这个 第三个问题里面呢 就是讲 我们今天已经是终生了 已经这个密活 已经六传在这个轮回当中了 但是呢 实际上 我们没有离开过 这个院士的光明 一刹那也没有离开过 院士的光明 也就是说 这个院士的广明性的奔心 它就是便于我们 普遍于我们的任何一个念头 包括这个坦诚词 都是这样子 第三个问题 就是讲这个问题 那第四个问题 一下子 他就讲 会归的方式 会归的方式什么样的呢 我们是从这样子的一个 没有佛 没有终生的时候 是一个这种光明的景景 那从这个当中 就是形成了一个轮回和涅槃 之后 之后就是我们的现在 现在我们 虽然从标面上是众生 但是呢 实际上佛心 或者是光明的心 没有离开过我们 那但是呢 我们现在 要会归最原始的这种状态 那怎么样去回归 这个方法 这个就是最关键了 那他这个十一评 或者是十一个问题里面的 就第四个一下子 他都是讲这个 所以这个问题 一定要搞清楚的话 就是要学大圆满 要学密宗 尤其是大圆满 普通的密宗里面 他讲的还是不是很清楚 大圆满里面呢 他讲的非常清楚 但是 先宗当里面呢 他讲的就是 更模糊一些 他只能说 他就只告诉我们 如来藏的本性 他是光明的清净的 那那个当中呢 他没有这个众生 没有烦恼 没有犯他 没有烦恼的话 那就是说 这个里面呢 他没有什么轮回 那既然没有轮回的话 也不会有解脱 没有舒服 没有任何东西 把我们舒服在轮回当中的话 也没有任何东西 让我们解脱 所以解脱 舒服 这些都不存在的 他是这样子 清净的 但是呢 因为我们不知道 就是没有证悟 所以我们今天呢 原始的 实际上的这个 实际的轻狂 是这样子的 但是 这些都是 对我们来说 是没有用的 因为我们已经 这个 迷活了 所以就是没有用 他只能这样子讲 他就说 如果我们现在也就是 如果我们能够证悟这个心的本性的话 那我们也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成佛了 但是我们没有证悟 就今天就变成了这个终生 那先宗里面 他就他就只有这样子讲 密宗的话 那就进一步的 到底怎么样 这些过程 我们这个从光明的境界当中 诞生的过程 然后会归 或者是消失的过程 他全都讲得很清楚了 但是 显宗里面呢 就 就 只能说 这个光明的境界当中 产生的 任何一个外界的东西 这个 报心论里面呢 讲得非常的清楚 还有 报心论呢 报心论里面讲的那些都是 佛经里面都有 因为米勒菩萨 就是在佛经的 第三传法论的这些 密仪啊 他就就是归纳了以后呢 就编写了一个这样子的论典 叫做报心论 他的根据 他的来源就是佛经 他每一个字 都在这个佛经里面是有根据的 佛经里面也讲了 佛经里面就是说 我们的这些 固体的东西 都是 这个依赖着 这个液体水 然后水呢 这个当然是 就是像现在我们的那种 世界观来讲的话 就是有点点不一样的 那就是说 这个敌 它是依靠水 那水 它是依靠什么呢 依靠缝 就是大气一样的缝 缝 是在依靠什么呢 依靠空间 空间 空间就是 空间太空 它依靠什么呢 它是不依靠任何东西的 它是这么说 这个是说明什么呢 它说 我们的今天的 这个很粗糙的这些 痛苦 是 来自于什么呢 来自于烦恼 烦恼来自于什么呢 烦恼就是 来自于 我们的这些 电道的观念 错误的观念 错误的观念 来自于什么呢 错误的观念 来自于心 我们的心 性 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什么呢 性就是来自于光明 光明它来自于什么呢 光明就是像太空空间一样 它 它没有这个 赖渠的 到这个地方就是 已经是最原始的源头了 就是这样子 这些都是说 这个心的本性当中产生 万事万物 万事万物都是 从心的 这个 从心里面产生 从心创造的 可以这么说 这个心 刚才说了 就是我们可以 解释为这个 如来自广明的心 这个是有根据的 就暴行论里面 也这样子讲的 像密宗的话 他就是密宗的修行人 密宗的证悟的人 他随时都可以感觉得到 他随时都可以感觉得到 这个我以前讲过很多次了 虽然是没有专门的去 讲这个 就是因为这个问题 作为一个题目 没有专题的去讲 但是呢还是提导过很多次了 密宗的修行人 他觉得这个 无论是论会也好 一个人的死亡和诞生之间 一个人的论会的诞生和这个 消失之间 一个人的 比如说 晚上这个 进入这个深度睡眠和 出来之间 还有一个人的每一个念头的 诞生和这个 消失之间 全部都是 实际上就是在 每一样东西都在这个 原始光明当中产生的 这个我们不能认为 原始的光明当中产生是 是我们的轮回 刚刚开始的时候 是很遥远很遥远的时候 然后呢 我们会归这个原始光明当中 也是就是最后我们的轮回 整个轮回 结束的时候 也是很遥远的 不能这样子想 那 设设可可都在 实际上都在这个 原始光明当中 单身 也就是在这个当中 这个消失 包括每一个念头都是这样子的 但是对我们来说 是没有用的 我们感觉不到 因为我们没有修心 所以感觉不到 对我们来说 这是一个传说而已 实际上就不起任何的作用 那这是一种结实的方法 另外一种结实的方法 密无冲心气 就是说密啊 无啊 这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心就是我们的 这个霸世当中的阿赖耶色 密无都是从阿赖耶色开始的 阿赖耶色呢 阿赖耶色他自己是密还是乌呢 但阿赖耶色他肯定是 他肯定是这个 他肯定不是乌 他是密 但是呢 相对来说 阿赖耶色因为他的这些蜘蛛啊 他的蜘蛛就是没有那么的这个粗大 所以他是我们所有的这些念头的这个基础 那我们所有的这个第六一世的年头 还有焉耳壁式的这些这个干直 这些的来源 所以阿赖耶色也可以作为一个相对的相对的这个基础 那但是不像如来藏 如来藏它是绝对的这个来源 也可以说是绝对的来源 在这个之后呢 就没有再再没有其他的来源了 源头 真正的源头 阿赖耶色呢 他也是一个相对的源头 我们可以说 那阿赖耶色当中 就产生了这个好的念头 不好的念头 然后迷雾都是从阿赖耶色开始 这样子也可以说 迷雾从心起 散读坦诚持 散读发假名 这个散读是假的 它是假名 只是只有一个名义上的一个 是一个只有一个名称 实际上如果我们要去照到它 是找不到的 这个意思 那散读发假名 密之自搀扶 廖达假名之 这两个就是截指上面说的 如果我们迷惑了执着的话 执着任何一个东西的话 那我们就是会 因为自己的这个迷惑和执着 就产妇 就是像这个比喻佛经里面也有 就是像这个 这个 禅一样 禅它突出来的这个死线 最后 它自己也就是 绑起来 会死掉的 同样的我们自己的这种执着 把我们自己 把我们自己束缚在这个轮回当中 我们今天在轮回当中 既不是上帝造物主的这种这个安排 又不是这个无印无怨 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执着 如果自己执着的话 那就会这个 如果我们心里面有这个迷惑执着的话 自己会束缚在这个轮回当中 不能解脱 如果廖达的话 廖达的话 假名之 就是廖达的话 那我们知道任何一个东西都是假名 都是这个虚幻的 这样子的话 就是这个是执惠 那个执着是这个 执着就是米 廖达就是执 这执着和 执着和这个廖达 这两个执件 执件就是会 这两个执件有什么样的这个关系呢 因为两个都是我们一个人的这种念头 首先是一种念头 然后这个念头呢 然后这个根深低估了以后呢 它就形成了一种 形成了一种很顽固的一种这样子的执着 有了这种执着以后呢 就是会变成这个轮回 然后我们廖达了以后 廖达它的本性的时候呢 就证悟了 那这个时候就是证悟 智慧就会产生的 菩提费经缘 菩提费经缘 这个怎么讲呢 菩提 菩提就是这个最后的这个佛 菩提不论说经 菩提呢 不论说离我们经 也不论说离我们愿 这个怎么样讲呢 这个也有两个不同的 两个不同的解释 一个就是说第一个呢 菩提它是真正的这个佛的经界 那从佛的经界来说的话呢 这个经缘上下左右等等 这个还有这个好怀清净不清净 众生佛这些都是不存在的 这些都是不存在的 没有任何这个喜伦 就是这是空心大光明 所以菩提费经又费愿 可以这样子说 另外一个呢 简单的说 菩提不能说离我们很远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每一个念头 从来都不离开这个菩提 所以就是菩提不能说离我们很远 也不能说离我们很近 为什么不能说离我们很近呢 我们就是菩提 就是说我们本人就是菩提 不能说近 比如说有两个东西的话 可以说这两个的距离 近一点的距离 小一点的话 这两个就离得近 可以这样子说 但是菩提跟我们是根本 根本就是不是两个 就是根本就是从根本上 就是一回是从根本上 就是一个一体 所以也就是不能说近 菩提不是近也不是愿 善是利非有 善是国区现在的这个整理 或者是实在的东西 都是不存在的 国区也是虚幻 现在未来都是虚幻的 简单的是这样子说 那这个里面 这三个集字 从这个从第一个集字 事件并处始 从这个集字 到现在这个集字 这个指件 三个集字都在说什么呢 都在说 所谓的谜 所谓的轮回 所谓的成佛 都是一个我们自己的一种 一种新的一种徐环的现象 实际上是不存在 都是新创造的 轮回它也是新创造的 只要你实际上不存在轮回 但是呢 我们迷惑了 在我们眼前就是会出现一个轮回 然后我们有一天 我们会征悟的 征悟的那一天呢 这个轮回在我们的前面会消失 实际上轮回也好 这个涅槃也好 都是我们新的这个新创造 新建立的 它不是 它不是跟新没有关系的 实在的东西 它是 它就是讲这个 这三个集字 接着还是这个意思 然后就 烦恼弄弄迷之 世尊尽所炫 烦恼是这个 烦恼就是像笼子一样 就是把我们撞在里面 就不能出去 烦恼和这个密之 是把我们精进的灌在这个轮回当中 是一个巨大的弄子 这个烦恼和轮回 那 世尊尽所言 啊 世尊的经里面呢 所演 所炫 炫什么呢 至生火燃密 但是这个啊 这个是跟张文有一点点不一样 张文的那个里面呢 他说 世尊说什么呢 世尊就是说啊 我们要按住在 我的境界当中 世尊所炫的是什么呢 我的境界当中 这个我是上次我们讲过的 这个如来藏叫做我 如来藏也叫做静 如来藏也叫做这个长 就是那种我 要世尊静所愿 就是世尊的第三传法论 关于如来藏的这些景点当中 所炫的 所炫将的 炫将的什么呢 那 至生 至生就是智慧单身 嗯 但是这个智慧 实际上智慧是不会单身的 智慧是原有的东西 它不需要单身 但是从表面上 但是从表面上一个人啊 从迷惑到 开无 这个直接 从表面上看 一个人就是 当我们没有 啊 智慧的时候 是迷惑了 迷惑的时候 是没有智慧了 啊 从来都没有得到过的这个智慧 啊 没有过的智慧 一个这样子的智慧单身 嗯 但是这些智慧呢 实际上都是 不是不是不是这个 但现在单身 这是我们发现而已 不是不是我们去创造了一个智慧 这是我们发现 这个智慧永远啊 都跟我们在一起的 是这样子 嗯 智慧 那 但这个 呃 藏文的 那个版里面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那这个汉文里面呢 他是没有说得很清楚 但是呢 智慧 应该是这样子结实 表面上智慧诞生了 但是实际上智慧是不会单身的 智慧是跟我们 呃 是跟我们的任何一个念头 是永远在一起的 那 这是佛陀 呃 所宣讲的 如果我们单单的这样 字面上去揭示啊 佛十尊所 所宣讲的 嗯 是 智慧参生了 然后就是密活和无人就灭掉了 啊 这样子讲的话 那这个就是 跟这个 根本就不是什么 这个第三专法轮的特殊 那 特殿啊 这个就是二专法轮 甚至一专法轮 当中都有 所以要这样子结实 啊 思啊 对 然后智智神 智神或燃灭 嗯 烦恼就灭掉了 妄智物想禅 啊 那个时候呢 执着 妄念的这个执着呢 不能啊 这个 禅就是 熟 把我们熟腹在这个轮回当中 是不存在的 从此以后呢 妄智就不会 呃 不会这个 熟腹轮回的 这个是呃 应该是这样子的意思 然后呢 呃 赖取 至 嘴神 呃 赖取至 和嘴神 这两个应该分开讲 赖取至 是我们呃 呃 呃 本来这个 指挥啊 呃 呃 呃 这些都是 这个 这个无来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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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的 但是呢 我们去执着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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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新的本性 光明 它是空性的 提空 呃 呃 这个 法杰战 在汉文当中 也提到过很多次 这个新的本性 是提空的 他是说 这个本体是空性的 这个很重要 这个上次我们也讲过了 如果我们不这样子理解 我们认为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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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鼠菩萨和他们讲的是 另外一个 呃 呃 另外一个意思 就在我们的这个 这个如来藏上面呢 呃 呃 这个不能统一 呃 呃 呃 如果是这样子的观点的话 那这个观点就是 大错特错 这样子的话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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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上次我也讲过 绝园牌他讲的都是这个石油的方面 呃 石油的方面讲 但是绝园牌说的这个石油实际上他这些石油啊 呃 呃 这个布空啊 唱竹啊 这些石油实际上来自于这个佛经啊 呃 这些石呢就不是他自己的创造就是来自于佛经 但是呢 他这个虽然他们的这个意思呢 他们也就认为这个佛心是佛性的本体是空性的 他绝对不认为是像这个威士宗讲的那样子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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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就是在这个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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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这个不恐的石油的啊 那但是实际上他的真正的意思也不是这样子这个 这个石油啊 不空啊 这些是佛说的 佛说的这些字他没有改动 嗯 他没有改动 他就是这个原原本本就用这个佛经里面的这些字 但是呢 他实际上呢 啊 他也认为在佛的这个境界或者是菩萨的辱定的境界当中呢 就是源离一切执着 源离一切这个习论 他是说了的这样子 既然是远离一切执着远离一切执着远离一切执轮的话 那就绝不可能是龙鼠菩萨颇吃的这种这种这种这个石油不可能了啊 这种石油就是很粗大的这个执轮就很粗大的这个执着啊 连这个都不是执着的话呢 那这个执着根本就找不出来 找不到一个真正的执着这样子 所以他们都是这样子的 他们的穿法的防发不一样啊 这个也因为他们 他们要为什么要这样子这样子穿法呢 是他们有道理的啊 这个是有道理 不同的是根据不同的人 这样子 那这个迈彭仁波切在这个中观庄业论的解释当中呢 他讲得很清楚啊 格鲁巴为什么要这样子说啊 然后这个绝浪派为什么要这样子说 最后他们两个是为什么不矛盾啊 都讲得很清楚的 但是尼玛巴我上次也说了 尼玛巴他既不强调这个空性啊 尤玛巴强调光明 他始终都是这两个啊 不分开 他就是说光明就是这个空性 空性也就是这光明 这两个呢 永远都不会有什么情终啊 这个是 这个顶解报顿论的这个 底五个文答里面 讲的都是这个 所以这非常重要 我们的理解上也很很很重要 然后我们修行的时候也是很重要的 但是这个光明啊 这些这个空性啊 这些最后还是要自己要去体会 尤其是这个光明的这一部分 空性我们也可以 我们可以用一些逻辑 有些推理的方法 也可以推理 然后我们也可以用一些 就是一些部分的空性 就是用一些像物理啊 这样子的东西 也可以简单的可以说一些 很浅的这些空性 是可以的 但是光明是根本没有办法的 光明就只能说到这一点 只要你不修行的话 你永远都没有办法 给你说清楚这个 这是自己去修行 才能够 才能够说得清楚 这个很重要 这个上次讲了 今天就不再讲了 然后嘴神提空 就是这样 又可是 又可是 这个意思就是说 这个如来章呢 章文里面呢 这句话就是在这个论典当中 前后出现过好几次 但是章文翻译的时候呢 他说 这是始终都是这个山法 始终是山法的 如来章过去也是山法 现在也是山法 山法就是他没有不清紧 他是源离这些罪恶的轮回 所以他叫做山法 但是汉文的这个版里面呢 有科室 科室就是可寻求的 一是上次讲过 然后菩提非王之 这个菩提 佛光明 法神是不是王之 非王之 正正义非之 这个很重要 正正就是说 这个这里面的提空 还有又可视 这些是正正就是 就是这个政府方面的 然后呢 赖去之 还有这个王念 这些是智废 智废就是没有正乌 没有正乌 那这个说 这里面说 只要去智序赖去的话 那就是这个智废 就是没有正乌了 然后提空又可视 然后这个菩提 这些是正乌 这个正乌和废正乌 智废和废智慧 这些都是我们人的 一种这个执着和放下 执着的一个这样子的 这个过程 境界 这一句也就是 接着前面讲的 那样子的话 刚才上面的那个 三个机制上面 再加这个机制 总共有四个机制 总共有四个机制 他们的综合的这个 总的来说 他们的意思就是说 他说轮回和涅槃 不是客观存在的东西 也就是说 不是跟我们心 我们的心完全没有关系 而存在的东西 它不是这样子 无论是轮回也好 涅槃也好 都是跟人的这种心 有关系 跟人的心有关系 心这个字 心这个字 以前我们的其他开始当中 也讲过 这个第一个 佛经里面的心 这个字呢 第一个 它当然不是指的这个心脏 这个是肯定 这个大家都知道 那心是什么呢 心是这个霸师的 综合的一种忠诚 凡是人的这个精神 都可以用这个心 这个字来描述 那这里面讲的也就是这样 这心呢 它既不是燕士 又不是二师 它又不是这个 它又不是这个 这个第六师 它又不是 它也不是 仅仅是 这都是阿赖耶士 它是六师 或者是八师的总成 心创造了万事万物 心创造了这个轮回 心也创造了这个涅槃 但是呢 如来藏 它不是心创造的 心是如来藏当中产生的 如来藏是永远都存在的 心它创造不了 如来藏 心也不需要创造 如来藏 心创造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表面上的 这个轮回 或者是这个轮回的 这个尽头 源头和尽头 远头是 远头是这个 按照这个十二元期的孙徐 这样子诞生了一个轮回 然后最后 最后呢 这个轮回 它消往的时候 消失的时候 就是消失到 它的尽头 它尽头 到了尽头的意思 就是说 它回归了这个 心的本性当中 这些 它的诞生和它的这个毁灭 也就是说 这个轮回的诞生 和轮回的毁灭 轮回的诞生 就是轮回 轮回的毁灭 就是涅槃 那就是 也就是一个轮回的诞生 和轮回的这个毁灭 这两个呢 就是新创造的 但是如来藏 是这个毁灭和诞生的基础 它不是新创造的 这四个句子是这样子说的 然后 这个是我们佛教里面 就是公认的 公认的 在这一点上面呢 没有什么不同的观点 是公认的 但是呢 心怎么样创造这个轮回 外界 这个外界的这些现象 山和大地 那是真正的心 还是一种心的幻觉 还是一种心的产物 这个时候 就是有不同的 不同的观点 有不同的观点 这个观点 因为有了这样不同的观点 所以就是形成了这个 一些 像这个一切优补啊 然后呢 这个 金补啊 卫视中观众 这就有 就不同的 在这个问题上面呢 有不同的这个观点 但是呢 就是刚刚提到的 这个轮回是新的创造 然后这个 涅槃也是新创造出来的 在这一点上面呢 他们都没有什么 不同的观点 大家都这么认为 那这个四句 它是 说明这个问题 这意义上呢 基本上 就 讲完了这个 如来藏的 这个 关于如来藏的这些 他的一些 比如说 他的本质 然后就是 他的一些比喻 这些都基本上 这以上就讲完了 那下面讲什么呢 下面就是讲 如来藏的这个 下面就是讲这个 如来藏的这个 修行的过程 或者是通过修行 获得 或者是现现出这个 如来藏的过程 下面就讲这个 首先是说 首先是说 那 睡如痛一处 恶因 恶因入肥障 这个就是说 鹅 还有呢 乌龟 这些 比如说我们把 牛奶和睡 放在一起的话 那就 这个 鹅 还有乌龟啊 他们就是在那个 他们就可以能够 从这个水里面呢 他就是去喝这个 牛奶 他就是有这个功能 他可以把水和牛奶 可以分离 分离了以后呢 他就制 淫 这个 牛奶 水他不喝 那这样子的意思 肥炸 那这个意思 然后呢 他这个一个比喻 另外就说 圣空 烦恼 烦恼力 圣空 就是 诞神 真无空性的 智慧的时候 这个烦恼 他就会离开的 二章一 非诈 这个里面就是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问题 这个 二章一 非诈 这什么意思啊 二章一 非诈 这个诈 就是说 上面的一个比喻 上面的比喻 就是说 这个 鹅 他 只吃牛奶 不只诈 实际上 诈是 这个里面就是 意思就是说 这个 水 那二章一 非诈 是什么意思呢 二章怎么不是诈呢 二章本来就是这个 这个 比如说 这个牛奶 是什么的比喻呢 牛奶就是 佛的智慧 光明清净的 这个比喻 然后 诈是什么比喻呢 什么的比喻呢 就是不清净的 烦恼的比喻 那么这个 最后一句话里面 二章一非诈 那这个我们怎么理解呢 二章本来就不是这个 本来就不是烦恼吗 那烦恼就是这个 诈 这个字来标打的 这个地方 那这个怎么理解 这个非常重要 这个我们 我们的修行的时候啊 还有一些行为上 也很重要 这个一定要说明一下 就是说 二章一非诈 这个字面上的时候 它是什么说的呢 烦恼掌和缩者掌 当中 这个 他的诈无 这个修行人 他是会抛开的 他不会去 他不会去要这个东西 但是呢 二章里面呢 除了诈以外 除了这个诈字 标打的东西以外 还有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呢 就有了 这个是什么 这就是这个 佛的智慧 就是在二章 烦恼掌和缩之掌 上面我们要取 就需要分离 就是分离 烦恼和这个 烦恼和光明 光明的一部分 我们要留下来 然后就是这个 二章当中的这个诈 就是二章当中的烦恼 就是要放弃 不能接受 这样子的意思 那这个 就是我刚才说很重要 怎么样重要呢 譬如说 迷宗里面 就是想讲这个 烦恼即是职会 烦恼即职会 这样子讲的 就是说 人的念头是佛 光明等等的 这样子 但是有些人 就是那 烦恼即是这个 光明的话 那就是光明 光明就已经是这个 烦恼已经是这个光明了 那样子的话 那我们就是不需要去 这个端除烦恼 不需要端除烦恼 然后我们也 如果不需要端除烦恼的话呢 那就是我们的很多的 比如说行为上的一些戒律 关于戒律方面的问题 还有一些这个 修心 苦心等等 这些也都没有必要了 都没有 都不需要了 然后有些人呢 他就是会 就导致很多的 这样子的这个无戒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无戒 那怎么讲 这个里面说得很清楚了 那这里面就讲 二战一飞炸 二战我们 接手这个二战的时候 二战一飞炸 就是二战的这个 杂无 废 就是我们不能接手 这个意思 比如说 俄 他不应水 就饮这个扭奈 同样的 我们在二战上面 不接手 二战的这个杂无 那二战的杂无 就是什么呢 二战的杂无 就是除了二战以外 还有什么杂无呢 除了杂无以外 还有什么二战呢 这个就是 很重要了 那这个怎么理解呢 就我们实际上 从物质的这个本体来说 我说的物质 当然不是我们现在人说的这个外界 物质就是说在佛教里面呢 这个物质的范围比较广 所有的能其作用的东西 无论是外界 或者是这个精神 都叫做物质 那从物质的本来的面目 从这个角度来说 烦恼就是菩提 除了菩提以外 没有烦恼 轮回就是涅槃 轮回就是佛的坦诚 佛的坦诚以外 没有这个轮回 可以这么说 这是我们的观点 这是我们的简洁 简洁是这样子的 但是呢 我们还没有真悟的时候 或者是真悟了一点 但是我们的修行 还没有到位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这个二章 实际上这个时候是烦恼 他不是菩提 他不是只会 烦恼就是烦恼 他就是烦恼 如果我们这样子去 有没有真悟 如果有一点点真悟的话 修行不到位 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去接受这个烦恼 或者是不放弃这个烦恼 这样子的话呢 那就是烦恼就是烦恼 他的结果是什么呢 他的结果就是这个 夺恶趣 他的结果就是夺落恶趣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不能这个 接受烦恼 佛则心里面也这样 当我们刚刚冒出一个烦恼的时候 就是要立即要去端住 同样的完全一样的词 弥宗里面也经常都会出现的 那弥宗不是说烦恼都是菩提 为什么要这样子说呢 这个就是很重要 刚才说了 对一个真无的人 而且就是修行到位的人来说 这个烦恼就是菩提 对这样子的人来说 他就没有必要这个断除烦恼 实际上对这个人来说 已经是 他已经非常清楚 这个他已经整悟了这个烦恼 就是菩提了 所以对这个人呢 这个烦恼对他不会起烦恼的作用 对他来说就是只能起到佛的智慧的作用 因为对他来说 在他的境界当中 这是佛的智慧不是烦恼 所以对他呢 不会起烦恼的作用 但是对没有这个真无的人来说 在我们的境界当中 像我们这样凡夫的境界当中 烦恼 他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后果是什么呢 就是烦恼的后果 并不是佛的这个智慧的结果 是烦恼的后果 所以二章上面 我们一定要这个分清楚 二章的这个诈物还是不能接受 二章的诈物是什么呢 就是很标准的这些烦恼 对没有真无的人来说 二章都是这个诈物 二章都是不是清净的 二章都是烦恼章也是不清净的 说这章也是不清净的 凡是二章都是不清净的 所以我们就是想一切办法 对之烦恼 密宗里面就是也有这个不尽管的修法 这个我们也得想一想 那密宗里面不是说一切都是这个佛的坦诚 既然说就是从观点上 就是嘴巴讲的时候就是说 一切都是佛的这个佛的这个境界 佛的坦诚 但是实际行动的时候 脸这个观想的不尽管的去修 那那样子的话 这个是不是矛盾 有些人就会有这样子 但是这个不是 实际上就是佛的智慧 修行到位了以后呢 就是我们的这种观点 或者是我们的心理的状况 越来越靠近这个 这个无知的本性 也就是说佛性 这个时候呢 是职慧 这个时候就是职慧 但是现在我们这样子的时候呢 它不是职慧 它不是职慧 所以它是这个烦恼 那我们现在在反复的境界 现在就是在反复的这个 做反复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断除烦恼 不能接受烦恼 那断除的话 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些密宗的一些 比较这个上层的这些方法 对我们来说不适合 不适应 用不上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念这个小乘佛教 小乘的巨蛇伦里面讲的 这个不尽管都允许用 这个不是我们的最终的这种观点 不是 最终我不认为这个 这些这个无知都是不这么清净的 这个不要说密宗 小乘佛教他也不会认为的 那比如说不尽管的时候呢 他有一种不尽管 就是他把周边的 他比如说首先 人的这个额头上的脉尖 有一块 有一小块 就是肉都烂掉了 以后呢 就避免的白骨出来了 然后这个白骨慢慢慢慢 就这个 扩大 以后呢 他就观想 整个人都变成了这个骨 一个骨架 然后最后呢 不仅是人 周边的所有东西都是骨头 他这样子观想 观想得很投入 以后呢 那个时候他不是心里面看了 大作的时候 他看着看着出来 都是骨头那样子的 小乘的修行人 他不觉得这个是骨头 他根本不觉得这个坊子是骨头做的 他不认为 但是呢 他是为了断除这个烦恼 我知道这个不是骨头的 但是呢 我这样子就是 对我断除我的烦恼是有用的 所以我只是一种方法而已 所以他也用 连小乘他都不觉得这些都是骨头 那米宗他更不会认为 但是呢 他也允许你用 因为只有这样子对你才有帮助 你的烦恼 只有这样子才能够解决 佛的清净 佛的智慧 佛的贪嗔 这些说了没有用 实际上是这样子的 但是现在还没有用 所以就是允许修不尽管 不尽管都可以这个修 那这个就是说明什么呢 就是说 二章一非诈 二章你可以接受 但是呢 不能接受二章的诈 就是说二章的诈 就是说真正的这种烦恼 你不要接受 这个意思 二章也就是 二章一非诈 二章可以接受 二章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呢 二章的这个诈 诈 就是说你不要接受这样子 就是说 二章一非诈 二章你也不要去接受这个诈的 诈的是什么呢 二章的不清净的 不清净的就是 珍贵的烦恼 这个你不要 珍贵的烦恼 真正的烦恼 表准的烦恼 永远都 永远都不能去接受 就是以密宗的这个名义 就大正密宗的这个旗号 就是 就是接受 这个真正的标准的这些 标准的这些烦恼 然后就是 烦恼导致的这个行为 行为导致的后果 这些接触的话 那这个叫做 那这个叫做邪密 这个就是说 这个 颠倒的密宗 密宗他自己都 他自己都叫 这个叫做邪密 不是正密 他不是正密 这叫做邪密 这里面也讲得很好 这个 我们 如果不相信的话 这个二章一非诈 就不能看得出来 但是他的意思 实际上讲的 这是这个 二章 你可以接受 一直都在说 二章是这个佛的智慧 都在讲 佛的智慧 当然可以接受 但是二章一非诈 这个诈 诈无 诈的 你还是不能接受 那诈诈的是什么呢 对我们来说 反复来说 二章就是诈 我们在这个二章上面呢 除了诈以外 就是看不出什么 找不出什么 这个不诈的 二章就是诈 这样子的话 那就你就二章 都不要接受 这个意思 所以 小诚 修行人 他在这个二章里面呢 他永远找不到一个 不诈的 清净的东西 所以他根本不去考虑 这个二章里面 有没有什么清净的东西 他把 整个这个二章 烦恼章 所知章 都去 断掉 断出 他只有这样 他就 就专还 佛的智慧啊 这些 他根本不考虑 这是 然后 宪宗 大乘的宪宗 他的觉悟 就是比小乘高了一层 然后呢 他 就是 一方面呢 就可以用这些 其他的 像不尽管 这样子的修法 也可以端出烦恼 但是呢 另外一个就是 你如果有这个 菩提性 还有整悟空性的 智慧 如果有这两个的话 也可以把烦恼 转化为道用 烦恼转为道用 也可以不断除 这个是可以 可以 可以转 转为道用的 但是呢 这个转为道用 转完了以后 转化完了以后 他实际上就不是烦恼了 如果真实际上是烦恼的话 还没有转化 还没有转化 所以我们这个佛教里面 从校称到密宗里面 没有一个宗派是说 这个真标准的烦恼 是可以接受的 没有一个人是这样想 都在说 这个烦恼这个 这个标准的烦恼 就是普通 也就是说普通的烦恼 是要不能接受的 要断除的 这是大家公认的 如果正无的话 大乘佛法 他是转化 那密宗的话 他不是转化 他说这就是 这就是佛的智慧 但是呢 这个就是正无的人来说 才是这样子 所以 这个密宗里面的很多 修法呀 很多行为呀 都是这样子 他是非常将就这个此地 非常将就此地 这个很重要 二章已非诈 我认为这个这个字里面就是有很多东西 二章这句话里面 二章已非诈 二章你可以接受 但是二章的杂不能接受 这样子讲的 二章可以接受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整无空心 你比如说你心里面 这个产生一个贪心 贪心 然后你立即知道这是空心 这是光明的话 那你可以接受 这个就是可以接受 这个是不诈的 如果二章 一个贪心 在心里面产生的时候 它一直都是持续下去 它一直都是 都是这个贪心 跟普通人心里的贪心 和一样的话 那就你就这个是诈 不能接受 这样子 二章已非诈 这个非常重要 然后下面一个句子呢 它是讲这个轮回的对质 妄之我非误 料大奔非诱 妄之它本来是 这个妄之 从妄之的角度来说 我是存在的 我不是没有 我是存在的 但是这个料大了以后呢 它是不存在的 所以就是说 这个我存在不存在 就是要看你 真物不真物 你不真物的话呢 我是存在的 我存在的 烦恼也存在的 一切都是存在的 但是你料大了这个本性的话 那是不存在的 烦恼不存在的 轮回不存在的 都是不存在的 所以这个轮回 三脑 这些 它是存不存在 就是要靠我们的 自己的境界 就是要看我们自己的境界 根据我们自己的这个境界 整物的话 一切是不存在 不整物的话 在不整物的境界当中 一切都是存在 涅槃清金礼 而我举肥礼 涅槃的时候呢 它那个时候呢 这个 它的本性 它的这个 本性是清净的 那个时候呢 这个人我和发我 都是这个不成立的 人我发我都不成立 料大了以后呢 都是不成立的 那就是这样子 这一上就是 这一上呢 就说这个 一个修行人 怎么样 去射 这个 这两句是非常重要的 前面就讲了 大量的比喻啊 用大量的文字 就是讲了 我们的心的本性 是这个光明的 然后这两句就讲 那我们的心的本性 是光明的话 我们的这些烦恼 也就是光明了 那烦恼既然是光明的话 那怎么样 驱舍 这个烦恼 到底需不需要去 断除 到底能不能接受 他这两句话 你们就是说得很清楚了 他说 妄直 又妄直 妄念执着 那就是 我是不是没有的 我是存在的 料大的话呢 那就是料大本性的话 这个我是不存在的 涅槃是清净的 这个时候呢 这个人我和二我 这个法我 都是不成立的 那这两句话 他就说这个 怎么样 取舍 这个很重要 这是一个 这两句话里面呢 就是讲了 很重要的问题了 就是我们的 心的本性 虽然是光明 虽然是佛的智慧 都是没有错的 但是实际行动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不能说 因为我的心 因为我的心的本性是光明 所以我心里面 产生任何念头都没有问题的 有了贪心也可以 成恒心也可以 什么样的烦恼都可以 因为它是光明的 他可不可以这样子说 他不能这样子说 这两句话里面 就是说得很清楚了 虽然是光明 但是呢 它实际上是光明 但是实际上的光明 和我们现在 我们的这种状况 这两个呢 还有一定的距离 所以就是 这个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还不能 不能 不能 不能接受这些烦恼 就是要断除烦恼 然后在这个下面呢 就这样 那怎么样 我们的心的本性 它显现出来 怎么样这个显现出来呢 就是这样这个 同时也是这样 本来佛心 有两种佛心 一个叫做自然住 自然住佛心 也可以叫做自然佛心 这是我们前面已经讲过的 这个新的光明 它本来就是这样 它是自然的 它不是 不是这个造作的 创作的 什么都不是 它自然的现象 那个叫做自然佛心 也叫做自然住佛心 自然的东西 一直都在我们的 这个烦恼当中 无韵当中 所以叫做自然住 本性 这个佛心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这叫做这个 随正佛心 随着这个 闻思绣 而增长的一个 这样子的佛心 就是这两个佛心 随正佛心 那随正佛心 实际上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第一个 什么也不懂的时候 去对佛法有心性 然后去文法 然后去思维 然后去修信 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这个进步 就越来越有进步 对佛 对这个佛法的认识 尤其是对性的 本性光明 空性的认识 就越来越这个增长 越来越增长 这个增长的 这叫做佛心 它是有违法 它不是 它不是光明 到了后期的时候 就是到了这个 佳心道的时候 它有可能是一种 光明的形象 这个我们前几天 讲过了 它只是一个 光明的形象 但是呢 在这个子两道的时候 连光明的形象都不是 那它是 它是有违法 它是有违法 它是无常 这样子的 但是它 这个为什么叫做佛心呢 因为如果没有这个佛心 这个随增佛心 这文思 这个没有的话呢 那我们的心里面 虽然是有一个佛心 但是它永远都不会 显现出来的 所以这也是一个佛心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那下面就是讲这个 那这个随增佛心 它是可以报 它可以这个 归纳为这个六度 它归纳为六度 本来达成佛法的任何一个修法 都全都可以归纳为这个六度 六度 它可以归纳为这个二质量 附会二质量 前面的这个 这个不识仁辱 不识持戒仁辱 这三个呢 就是福字量 两个是 三个是福字量 然后最后的两个 就是这个禅丁和这个直会 两个是会字量 中间的这个金金呢 它是属于两边都属于 那可以达成佛法的所有的这个 修心 就可以归纳为这个六度当中 那现在就是讲这个六度 那前面我们就讲了很多 新的本性是光明的 但是这个新的本性 本性光明 它永远都是这样 自从我们单身的那一天 哪一瞬间 开始都是光明的 但是它从来给我们没有带来任何好的东西 这是它实现的本性 就是它本性就是光明 是不是光明呢 是光明 但是呢 它对我们没有带来什么好的东西 那为什么不能带什么好东西呢 因为我们没有温死 因为我们缺少了一个佛性 就是缺少了这个遂证佛性 没有这个佛性 我们需要通过这个遂证佛性 去开发自然住佛性 这两个要结合的 如果不结合的话呢 这个自然住佛性是所有众生 连地狱里面的众生 它都有的 都没有用的 所以我们就是要去开发 开发的话 那怎么样开发呢 就是要修心 温思秀 温思秀 温思秀呢 可以这个归纳 这个修心都可以归纳为这个六度 下面就是讲这个 三探七修四 这个三探是探 是一个翻文 翻文的这个布式叫做 翻文里面叫做 那这个 这个 那里面呢 它这里就是 只用了前面的一个字了 三探 三探 实际上就是说 三个布式 采布式 法布式 无谓布式 就这三个布式 三个布式 起修四 三个布式都要去修 这是第一 最增佛性 然后就是 失落 失落是 有时 那个 翻文 翻文里面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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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律的意思 结律叫做 希腊 翻文里面叫做 希腊 那希腊 就用中文写的话 就是 失落 失落 利 果肺 就是 持戒 很清净 没有这个 罪过 愿力 罪过 这是第二 然后 然后 人 人 断 整过 人就是 他没有用 翻文 就是 忍辱 忍辱 这三个 不是 持截 忍辱 就是 就是 得到 这个 断 就是 正确的 过 然后就是 然后呢 第四个 六读当中的 第四个 就是 尽敬 尽敬用其 移 轻易 用轻易 就是 要 尽敬 就是 这个 对法的一种 兴取 这个 如心论里面 讲得很清楚 然后 用 勤硬 意 就是 我们要 依靠 就是 一直 这个 精进 一直 精进 如果不 一直 精进 的话 那就是 不能修法 就 懒夺 就不能修法 然后 这是 这个 精进 下面 是 禅定 静律 理行 领行 智 静律 就是 禅定 颤 可以 直直 忍的 这些 这个 念头 那 就 心 就可以 平静下来 薄热 用无意 这是 指挥 第六度 薄热 有了这个 薄热 智慧 以后呢 就是 没有任何的 怀疑了 上次 我们 我们 我们讲过 这个问题 佛教 就是这样子 佛教 提倡 开始的时候 允许 有怀疑 有怀疑 是好事 这个不是什么不好的东西 你可以怀疑任何东西 你念 或是是不是这个正式预言者 你都可以怀疑 论会存不存在你都可以怀疑 都是好事 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呢 最终你一定要解决这个怀疑 最后你要达到一个误怀疑的状态 但是你永远都是怀疑的话 那怀疑它本身就不是什么好事 怀疑本身 它是烦恼性 它是 它做不出任何决定 因为 怀疑 只要有怀疑的话 就做不出任何的这个决定 不能做决定的话 就不会成功任何一件事 所以最后呢 就是不能有怀疑 就是要断出这个怀疑 那断出这个怀疑 怎么样断出怀疑呢 就是要有指挥 用指挥来断出怀疑 拨疑用无意 就是说有拨疑 有这个拨疑的话 就是不会有怀疑 就是要达到这样子的境界 这个前面的六个叫做六度 六度 然后下面还有十度 四个 是总共就是有十度 那后面讲 愿见放便利 愿是菩萨的这个行愿 那愿 然后放便是菩萨的这个 福自量方面的这个方便 离是菩萨修行的力量 修行的力量 愿方便离 还有一个智慧 智慧 但是这个里面 这个汉文版里面 不是很清楚 还有一个智慧 智慧 那智慧的话 这十度里面有两个智慧 这个怎么解释 比如说六度也是菩萨 这个也是智慧 十度的 讲十度的时候 底四度也是智慧 这个怎么讲 汉文里面呢 这两个都叫做智慧 好像是没有其他的这个名词 两个都是用智慧来说 藏文里面呢 这个名词有点不一样的 十度的这个叫做耶稀 六度的这个智慧 叫做西勒 那他们的这个不同的方法 有什么差别呢 六度的这个般若呢 它是真无空心方面的 这个真无空心方面的 真无空心光明这方面的智慧 然后第十度的这个智慧呢 它不仅是真无这个智慧 它是主要是四书的方面的 比如说非常精通 佛的这些料意啊 不料意啊 这些的佛的这些思想 非常精通这个佛境 就是从四书的上面讲 这个叫做第十度的这个智慧 这这叫做这个叫做十度 按住圣菩提 那用用这个十度的方法 按住圣菩提 菩提难忘之 菩提就是没有忘之 不容易忘之 不容易存在忘之 正空胜灭物 正空这个就是最最后 达到了这个佛的境界的时候呢 正空是没有神灭的 了达空本心 了达了这个空的本心的时候 二相以肥右 二相能驱 朔驱 还有就是上下高低 等等的这些二相 都不存在的肥右 那这些里面呢 它这个里面就讲的 这个三个橘子 这里面讲的实际上 这个是十度 讲的是十度 十度里面呢 包含了所有的这些 这个大乘佛法的修心和行为 见 结 修 行为 全部在这个里面包含了 那就是说 正三 这个遂增佛心 是什么呢 是十度 就是这个十度 只要我们 去秀这个十度的话 那自然 祝佛心呢 就是本身就是存在的 然后在这个上面 我们再去秀这个十度的话 那这个遂增佛心 也就具备了 那样子 两个佛心的具备的话 在这种情况下 心的本性 是可以这个 显现出来的 那个时候呢 才能够这个真正的 真无空性 这是很重要的 现在目前我们最关键的 就是这个 温思秀 就是要去这个 修 这个 十度 这个就是 最关键 最关键 那十度 这里面呢 讲得非常清楚 非常简单 不是清楚 讲得很简单 很略很略 但是十度 在这个 入中论里面 就讲得比较清楚了 入中论 很多人也学过 入中论里面 讲得很清楚 然后呢 弥勒菩萨的 这个 静庄业论 庄业论 里面也讲得很清楚 静庄业论 里面讲得就更清楚一些 就是要 广的方面要了解的话 我们要看这些经典 要学这些轮典 这里面就 简单地说 我们要 认识到 这个佛心 要证悟 这个佛心的话 那需要什么样的方法呢 他就告诉我们 就是需要 这个 遂增佛心 什么是遂增佛心呢 就是这个 十度 他是那样子讲的 今天就讲到这 我认识到这些